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超越一切的品格 有天早晨 一位妈妈带着儿子 进到一家私人企业的花园里 享用早餐 他们坐在长廊上 一边吃着自卑的面包 一边聊天 过没多久 这位妈妈往地上 丢了一团卫生纸 恰巧不远的地方 有位老先生在修剪树木 他什么话都没说 走过去捡起那张纸屑 丢在垃圾桶里 十多分钟之后 这位妈妈又朝地上 丢了一团纸屑 那位老先生看了后 再次走过去 将垃圾捡起来 丢在垃圾桶里 就这样 这位老人一连捡了三次纸屑 这位妈妈看到后 忍不住对儿子说 孩子 看见了吗 如果你现在不好好上学 将来就跟这个老人一样 没有出息 只能做低违卑贱的工作 这位老人听见后 放下剪刀走过来 问这位妈妈说 您好 这里是集团的私人花园 请问您是怎么进来的 这位中年女子 声音拉高霸度 回答说 我是刚被聘雇进来的 部门经理 没想到 这时有一名男子 匆匆跑过来 对老人说 总裁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位中年女子 听见对话后 呆住在现场 只见老人 往小南海走去 对她说 希望你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 尊重每一个人 和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当天 中年女子 就被免去了职务 亲爱的朋友 品格是养成 是今年累月的 你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塑造出自己的品格 可能是殷勤 守时 仁爱 良善 尊重对方等等 但也可能 养出了负面的品格 譬如说谎 竞争 自私 专顾自己 而专专业的养成 可能三五年 就可以有个雏形 但品格的塑造 却是金钱 买不到 短期内 也无法更改的 圣经上 有一段话说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 并神和人 喜爱 他的心 都一起征兆 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四方面的建造 包括身体 智力 关系 和品格 圣经所看中的 不只是智慧和声量 更重要的是 上帝和人 喜爱他的心 很显然 在上帝眼中 他看中 人的关系 和人格健全的发展 过于一个人的才智 俗话也说 成才之先 必先成人 成人 比成才重要多了 圣经里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 叫做约瑟 他充满智慧 又有正直 良善的品格 他父母 必定在幼小时 就为他打下 美好的生命的根基 使得约瑟 从新少年时期 就能够从 同才中脱颖而出 当约瑟 还在波提法家中 当奴仆的时候 他能够拒绝 主人妻子 对他的诱惑 又因为 与上帝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 他能够为 法老王解冒 连法老都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 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 有智慧 于是法老派他管理 埃及全地 可以看见 约瑟的成功 不在于他学了什么 有什么技能 他能够被 法老所看中 是因为他有 良好的品格 有上帝在他里面 今天 祝福你 也祝福你的孩子 在生命建造的过程中 让品格超越一切吧 你的正直 良善 而敬畏上帝的信 将为你开启 意想不到的 机会之门 因为耶和华神 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以上节目 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 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